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由懒人听书原创为您录制的有声小说 王牌计划 作者 玄土 本集播音 吴天 第230集 被拳间的这支队伍的实力 要弱小一些 严格来说呢 他们的任务是以运送伤员补给 打扫战场为主的 不过两支队伍经常的进行穿插行进 若说魔物能够撞大运的 恰巧就在两支队伍分距的最远的时候找上他们 那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 于是呢 许多人的心理啊 都不免就开始怀疑了 认为队伍的内部应该是有着内应 不过 没有一个人会往方林这个疯狂的捕杀猎物 仿佛是与魔物有着杀父之仇 多老婆之恨的家伙身上去想的 其实对于方林这样拼命捞积分冲第一 老四和新元其实也是很有些不解 新元在现实的身份呢 其实也并非等贤之辈 乃是一名古市当中的操盘手 说实话 他的这个职业其实也并不怎么稀罕 但是他这个操盘手的名声在行业内的地位 在最鼎声的时候 几乎就等同于中国乒乓球队在世界拼函上的地位是一般的 当年索罗斯掀起金融风暴的时候 他就是其中量子基金的操盘手之一了 正因为现实当中的新元 就擅长在错综复杂的各种头绪里面把握到线索 所以他的大居观就实在是非常人所能及 他实在对于方林此时这各种大胆而疯狂的举动很有些疑惑了 说实话 新元觉得方林付出大量的代价 心血来冲声望这个做法 可以说有一些得不偿失 因为声望冲的再高 顶多也就是第一了 那个可能存在的 当然也可能并不存在的 正义方声望第一的奖励 就真的值得这样去拼搏吗 第五日 方林终于一鼓作气的超过了对手了 并且还在继续拉大于第一名的差距 直到带队的阴阳除魔师 花枫苑和鸣 剧情英雄草帽老头花枫苑合众的亲戚 都已经觉得是筋疲力尽 直接下令收队回到江户以后 方林这才意犹未尽的结束了这一场 疯狂的刷声望之旅了 因为有着剧情人物的加入 所以他们并没有捞到多少钥匙的好处 凡是被剧情人物攻击伤害的太厉害的魔物 是不会掉落任何钥匙的 声望也只是按照你对魔物的伤害值 来按照比例计算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是屠夫 这个家伙所渴望的尸体 没有人和他抢 很轻易的 就吞斥技能当中提升七点力量的上限 全部给提升满了 回到江户城以后 方林就变得十分沉默 孤僻了起来 平时很难看到他的人影 多数时候都关在宿屋里 好像是在沉思着什么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 回城后第三天的晚上 宁静的夜晚 这气氛就像是一面镜子 被生生给打破了 方林骤然间从宿屋的窗口滚落了下来 落地的时候已经直不起身体了 他的血一下子就从腹部紧舞的伤口处 绢绢的流淌了出来 一直将脚边的地面都给染得鲜红 一把普通的刀子就深深插入进他的肚子里 直击没到柄端 而紧接着一道可怕的黑夜 就从楼上扑枪下来 而那个扑极的姿势 无由地让人联想到了阴损 灯笼着微弱的光亮 照亮着他的脸 而这个人赫然就是素无那个肥膀 而和气的老板 这个时候 新元已经听到了声音 直接奔了出来 他见到了如此诡异的一幕也是大吃一惊 方林却是一面咳着血 一面喝道 别过来 这个家伙不是原来那个老板了 刺客呢 或不作声地继续向着方林扑刺而来 他给人的感觉就仿佛是彻底融化在了黑暗当中 哪怕是刀子刺出的时候 也给人以柔滑软绵的动作 就像是一尾在水中悠闲游荡的鱼 面对着刺来的这一道 方林只觉得他既是要来割自己的脖子又仿佛是要刺自己的心脏 在这种攻击手法的面前可以说什么预判都不管用了 这是一个真正的杀手 方林在心中赞叹了一句 然而在这个生死关头他却是什么都不做 事实上他现在什么也做不了 而那把贬锐长的刀刃已经直接割了过来 目的就是要他的命 不过 这避重的一刀却是刺了个空了 被一条鞋刺里飞来的铁链所彻底的破坏 等到那一刀收回去的时候 方林已经远在二十米开外 一个巨大的肥状生物怒气冲冲的奔跑了过来 当在了重伤的方林面前 他愤怒的小眼睛远足不得看了过来 而这个时候捂着伤口的方林 反而看起来很是愉快的给刺客打了个招呼说道 你终于来了 他的话刚刚说完 庞大的屠夫已经挥舞着铁链叮当作响冲了过去 他那个巨大的体型 但是用看的就非常给人以压迫力了 刺客对于这个笨重的家伙很是不屑一顾 他觉得按照自己的高明 就算只是傻逼不还手 也不会被这个家伙给伤到的 因此他直接冷笑着发动了一项 为SG技能折光 想要凭借自己的高速度冲过去 给方林再补伤一道 为SG技能折光 本技能可以在身体表面形成一层空气护盾 空气护盾的存在 使得施术者可以完全抵挡敌人三次任何伤害 并且在三次攻击当中 攻击力上升63% 移动速度上升22% 折光施展以后可以持续30秒 冷却时间5分钟 施展本技能需要耗费物品 夜光鹅的粉末乘以3 夜光鹅的粉末可以从某些世界当中获得 或者从梦魇空间当中直接购买 价格为每份2500点积分 一点潜能点 只不过这个家伙刚刚冲到屠夫的身前 便已经中了方林的一记精步术 精步术并没有伤害效果 所以并没有消耗折光技能附带上的空气护盾 但是屠夫却已经挡在了他的必经之路上 浑身上下喷出了紫黑色的毒气 腐烂技能开启 这个刺客也是身经百战 他在中了精步术的同时 竟然就服用下了药物 解除了被恐惧的状态 而他当然不会对屠夫这个单身用看就知道 体力值超长的大家伙进行攻击的 所以他直接了当的就打算绕过去 继续对方林图谋 这个动作就花费了他1.7秒的时间 被屠夫的腐烂技能就烧到了一次 但是绕过屠夫的庞大肉体之后 他却一脚踏上了满地冰霜当中 而方林的银色巨枪配枪的枪口处 清烟还尚未散尽呢 再接下来的剧情就显得非常之老套了 这个刺客仅仅坚持了23秒 便绝望地被身上附加的各种负面状态给彻底地击倒了 他引以为傲的移动速度 当时已经若是乌龟爬行一般了 什么迟缓呢 冰冻啊 麻痹啊 异常状态是一一呈现 方林在这种情况下 也没有暴露自己的底牌 慢慢地将其折磨到不知倒地 才紧接着让屠夫是一屁股坐在其身上 然后将其四肢折断 确认安全之后捂着伤口走了过来 随后用着热情洋溢 与责怪混合的口吻呢 说道 你怎么才来啊 方林说话的语气 简直就像是在对着老朋友打招呼一般 这个刺客疼得是满头大汗 却还是咬了牙不说话 方林呢 微笑地说道 是你先想杀我的 所以你受些活罪啊 应该感到幸运了 其实你应该感谢我 我既没有把你当场做成人棍 也没有直接杀死你 这个刺客知道方林所说的可是实情啊 也听出了这个该死的家伙口中的威胁之意 最后 他终于屈服着说道 你想怎么样 方林笑了笑 伸手捏了捏他裤子素屋老板的脸 说道 哼 这一招 这个变脸很神奇 怎么来的 刺客呢 犹豫了一下 还是老老实实地说了 这是从变身忍者的世界里学来的A级技能 童话 我可以占据在实力比我弱小的剧情人物的身上 我仅能够获取他的技艺和外表 而且还能够使用他们的技能 不过 我真的等你很久很久了 方林呢 微笑着说道 但是他话里的认真之意 却还是呼之欲出 你若是肯答应与我好好合作的话 应该还是能够解一条命回去的 当然 任何人做错了事情 都要付出代价 不知道 你是要死 还是要活呀 杀我 只有一次机会 那就是要一击必死 方林端坐在桌前 手指很是轻柔地抚摸着身前灯盏上的火焰 它的面上非但没有痛苦之色 那个盘旋在手指周围的火焰 反而变得是更加明亮 在跳跃闪烁间已经泛出了悠悠的紫衣 给人以欢快的感觉 方林呢 将手指向售小迟离开了 将手指收了回来 而那个刺客的眼中终于露出了一丝骇然的神情 因为纵然离开了灯燕 他的双指之间却依然是燃烧着一抹紫色的火焰 那是八神鞍的子虎 是 那个刺客 颓然的痛苦着说道 我搞估了自己 你估了你 杀你这种人 要么一击必死 要么死的就是自己了 方林的目光 微微的一闪 已经判断了 风支队的两个人 并没有敢去投奔京都 否则的话 这个刺客不会说出这等话来 他笑了笑了 很是悠然的说道 说实话 我早就等着你来了 所以在这几天里 一直都是尽量的减少 与外界的接触 虽然不知道你是用何等方式 何种时间 何种手段来见我 但是有人接近过来 就会下意识地小心一些 所以你的尸首看似偶然 其实乃是必然 你 你怎么知道我要来 刺客这脸容扭曲地问出了这个问题 虽然他知道方林未必会回答他这个问题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 方林却是笑了笑 很坦然地说道 我在此之前做的事情 就是一直逼你来杀我 你 你做的事情 难道 你是故意在声望上来冲刺第一 引诱大人对你起杀意 对 既然你来了 就说明你口中的大人 对于声望第一 那是志在必得的 那么就有了可以谈下去的基本条件了 方林随后淡淡地说道 当然 要想和你口中的大人谈判 就应该先展现出 我应该具备的实力 一头老虎 当然不肯和绵羊谈判 但是当他知道 他面对的是一头狮子的时候 那么肯定就会认真地考虑一下 对方的提议了 你说对吗 再接下来 两个人具体谈了什么 旁人无从得知 只知道 当江湖城中的巡逻武士 闻讯赶过来的时候 方林告诉他们 并没有什么刺客 开始不过是自己和朋友 在切磋闹着玩而已 无意当中 动静可能闹得有些大了一些 再接下来 两个人继续深谈以后 方林就真的放掉了 这个刺客离开了 而这种感觉就像是一头狐狸 放弃了道口的小鸡一样 那是不可思议的 尽管目前他已经与京都的那位大人 达成了异乡性的合作 但是这个梦魇世界里 尔语我诈 说到底最为放心的人 还是死人 所以方林也不敢保证 在江湖城中是否还有着刺客 因此 第二天方林就早早出了城 并且在离开以前 就特别关照了老四和新元两个人 不要随行 并且就连屠夫 工匠妇也没有一道随行上路 因为他现在要做的事情 并非是人多就可以奏效的 并且数大招风 方林一个人可以做到 不为人之不为所觉的溜出江湖城去 但若是带了老四和新元 再加上屠夫的话 这个就太过引人注目了 出城以后 方林直接向东 接着再转向北面 他在行进之中 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经常是走走停停 有的时候还要停下来前进的步伐 向后走上一段 因为潜藏之术 不仅能够做到蒙蔽人的视觉和听觉 高明一些的 还能若牛若鸡那个样子 躲避过方林的精神力探测 所以吃一切长一致的方林 不得不小心地防范了 在走上了一条山间的阳城小道以后 方林忽然间停住了脚步 拔出了银枪 突兀地对准自己的脚下 打出了一道道树子弹火焰 而这一枪击出之后 整条小道上竟然吞的一声 吞起了一股炫目的火焰 直死一条红枝的火芒一般向着下方 蜿蜒漫下 火苗吞得一下子 燃起了一丈多高 直接由山腰 直接燃到了山下 若是在远处看去 就仿佛是一条凶恶 炙烈的巨大火龙 死死地将整条庞大的山巒 给紧紧地缠住 端得是声势惊人 这一条险峻的山路 其一边比邻着悬崖 一边便是万丈深渊 方林踏足其上的时候 便悄然开始洒下了一种叫做 灵蛇队的药物粉末 这种东西 据说是在西游是恶传世界 二难度世界里的火云洞当中 才能够获得的奇物 异常地容易被引燃 并且主燃的效果异常地强劲 方林就在不动声色之间 在这条险路上行走了好几百米 其实已经暗中布下了一个可怕的陷阱 若是有人以隐身能力跟随在其后的话 他终究也不可能做到完全蒙蔽掉自身的行迹的 那么要么是被烤成人杆 要么就乖乖地现身滚下悬崖去 反正总之吧 逃脱不了暴露自身的命运 方林的心机谋算 在这点上就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火焰燃烧了一会儿 渐渐的熄灭 方林却早已经是不见踪影 他此时见到确实没有跟踪的尾巴 便放心大胆地开始向北行进 目标赫然竟是曾经囚禁这犬夜叉的那株巨树 欲神没了 你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怖烧炉的感觉 感谢观看